各位在国内 在美国的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听众 我是刘亚伟 中美印象的主编 那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地请到郑延秋博士 给大家讲美华协进社与中国文化外交的源起 我觉得在中美官方关系非常走低的情况下 这个回忆和探讨中美民间人文外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郑教授是北大毕业的 之后到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历史学的博士学位 在美国一些大学任教之后 现在在位于纽约的社会科学研究学会 做这个项目官员 那我们在郑教授给大家讨论美华协进社之前 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美华协进社的高级顾问 孙小光同志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美华协进社 并且代表美华协进社向我们听众表示感谢和问好 孙小光 大家好 非常非常感谢亚伟跟郑先生今天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同时呢对于我来说呢我是非常非常荣幸 刚刚进入到这个这个华美协进社 到现在为止呢正好是半年 我今天呢刚刚从这个纽约飞回到加州 然后也赶上了这次这个机会能够听一下郑先生介绍 这个我们美华协会的历史啊 其实呢我也刚刚看完美华历史这个美华协会的历史的书 那我自己对右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出来到美国留学的人呢 很少有人知道美华协进社 但是呢他的历史真的是功不可没 我觉得就是像刘先生说的呢 就是对于每一个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呢 美华协进会呢到目前为止 或者是在未来的一年两年或者五年的时间里 可能承担着更多的一些责任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 把他作为一个平台去发展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能够感到很很荣幸 能够在华美协进社以一个中国大陆人的身份 在这里头去帮他们做一些工作 我就说这么点非常非常感谢这个亚伟和郑先生今天的讲座 那个我们刚刚和亚伟以这个卡特中心和华美协会呢 在硅谷这边也刚刚做完一个美中关系研讨会 非常成功 谢谢也希望今天呢 大家听众呢能够enjoy华美协进社的历史 同时呢关注华美协进社 如果有什么具体的项目或者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跟亚伟和这个郑先生商量 那我也非常欢迎听到各方面的声音 谢谢 好谢谢小光 我们今天三个人呢是在美国不同的地方 阎秋呢是在纽约 小光呢是今天从纽约飞到湾区旧金山 那我自己呢是在佛罗里达的帕特马 City Beach 所以今天非常有幸在云上跟在美国和大陆的这个听众 探讨这个美华协进社的历史 现在和和未来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话筒交给这个郑研究 郑博士 燕秋 好谢谢您 谢谢您刘老师 还有孙先生 然后今天在这边呢也是非常的荣幸 跟大家来分享华美协进社的相关的历史 以及特别是和中国文化外交的这个关系 那我本人呢学历史吧 其实是半路出家 在北大的时候呢是念哲学系 到美国呢才来学习历史 然后华美协进社的这个议题呢倒是我从博士论文选提到 一直在关心的这么一个题目 所以呢自己呢也有一些心得 借此呢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不论您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或是在世界上的其他的地方 然后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呢 确实这个名字说起来呢比较的傲考 是叫中文呢叫社会科学研究和理事会 然后这边呢也放了一个英文 然后我其实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呢 也就在想说 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 然后跟华美协进社 他的英文呢是叫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他这个中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的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 我们可以在什么样子的历史的这个视角下来 判好这样子的关系 因为我本身是学历史 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一百年前的美国 也就是说1920年代的美国 在当时的美国呢 当然很大的一个时代背景 是刚刚结束了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第一次的这个世界大战呢 是发生在1914到1918年之间 不过对于当时的人来说 他们并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这只是那一个世界大战 然后我其实在布鲁克林的这个街上 看到有纪念术 纪念当时阵亡的将士 也是在1920年代的这样子的纪念术 然后它上面的牌子也是写的世界大战 因为当时人还不知道会有第二次 不过呢在世界大战发生之后的1920年代 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机构 文化机构先后的成立 然后这边呢不仅有我现在供职的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然后也有我今天主要要讲的华美行社 所以这两个地方换句话说 都已经是百年老店了 然后尤其是我现在供职的这个地方 明年真的就是成立一百年 华美鞋经社呢也是很快在四年以后 所以这样子的百年老店 在1920年代成立 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我觉得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两点 第一点 如果我们从华美鞋经社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在1920年代的美国 虽然有孤立主义的政治风气 但是另外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 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所以也就有华美鞋经社这样子的机构成立 来促进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教育文化的交流 所以已经有相关学者提出这样子的概念 是叫文化国际主义这么一个概念 文化国际主义这样子的目标的推进呢 不光只是一个喊口号的问题啦 它这个背后还需要有这个知识分子来推动 然后这样子的知识分子 我刚刚提到呢说 它不光只是一个书栽内的知识分子 而且应该是这个 要投入投身实际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是一个入室的知识分子 然后这样子的知识分子呢 联系到我现在就职的地方 他们因为有这个社会科学的训练 他们知道怎样把他们在书栽内学习到的东西 可以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去 所以这两点结合起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1920年代有这样子的机构出现 不光有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然后还有华美协金社 然后我今天讲的这个华美协金社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 是围绕几个主要的人物来的 这个几个主要的人物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这张照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这张照片呢 是1940年将近70年前的一张照片 是70年吧 还是这个将近80年前的一张照片 对 然后这个几个主要人物呢 我把它都已经标注出来 然后有这个最边上的郭炳文 然后以及站在他旁边的孟志 以及孟志旁边的Henry Luce 以及再往中间一点的胡适 我相信呢 听众当中对于这边的几位人物呢 尤其像胡适应该是很了解 鲁斯呢 可能也有不少人听过 孟志和郭炳文呢 可能大家听到的会相对少一点 尤其是孟志 我今天呢 就会围绕这几位人物的这个所作所为 以及他们跟华美协金社 以及中国文化外交的关系来展开 再讲具体的这几位人物 以及他们在华美协金社的经历以前 那我想还是从一个历史的视角 因为我这个最后是学历史 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中国跟外国的这个文化交往 它的这个传统是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在近现代是不是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如果我们看中国跟外国的文化交往 如果在这个所谓的英文里面讲的 Late Imperial 中文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地质晚期 地质晚期这么一个时代 基本上也都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明清吧 明清的这么一个时代的中外关系 历来的学者有不同的这个名词 可以来描述这样的关系 有朝贡 有中藩 有华谊的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之前在中美印象也做过讲座的 王元崇老师 他的这个专门的这个研究的领域 就是中国跟朝鲜的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我这边呢 不准备在这几个用词上 做太多的这个 做太多的这个点评 但是我想说的是 无论怎么来描述这一段时期的中外的文化关系 我觉得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假定 对于中国人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假定 就是说中华文化的这个优越性本身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说呢我的研究就发现 中国人的这个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念是说 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优越的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去主动的传播 相反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工作呢 更多呢是由外国人来做 然后外国人来做的这个传播的这个 做这个传播工作的同时呢 他们其实也借助这么一个机会 重新阐释了中华的文化 发生出了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解 然后我这边呢 其实给了几个相关的案例 像比较早期的日本的浅隋和浅唐使 然后到蒙古元朝 忽必烈汉时期的马可波罗来华 然后再到明末的耶稣会是 向以利马斗为主 然后如果大家注意到我背后用的这么一个背景 他这个地图的蓝本呢 其实就是利马斗为明末的这个朝廷所会的 这个万国昆语全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有日本人 因为有从威尼斯来的 然后因为有从意大利来的这些不同的外国人到中国 他们接受到了中华的文化 然后他们在宣扬这些中华文化的同时呢 同时对于中华文化进行了重新的解释 然后在这个当中 传播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中国人本身的这个作用并不是很彰显 因为背后有这么一个假定 当然有一些例外的时候 比如说像中国要向国外去册封 册封他们的国王 然后我这边呢给了一个案例 比如说是在18世纪的朝鲜 当时的这个清朝 如果这个是1725年的话 那应该就应该是这个雍正朝 雍正朝他有派他自己的这个册封使 到韩国去到朝鲜去 然后册封他们的国王 在这个时候呢是这个天朝上过来的这个时节 这么一个册封使 他是要展现这个天朝的这个威严 展现天朝的这个文化这么一个时刻 所以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不多的这么一个例外 中国有自己传播文化的这么一个案例 然后旁边给的这么一个图呢 其实呢是当时在乾隆朝的时候 18世纪中期清朝所画的这个所谓的植贡图 我这边写错了一个字啊应该是职业的植 这个植贡图呢 它其实就是描绘各国的史诚到中国来朝静的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这边呢这一页选的是安南国 安南国呢也就是现在的越南 然后他用的这个字呢是用的宜观这么一个字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背后的这个文化关系 中外文化关系的这么一个假定 但是这么一个长久以来的中外文化关系 以中国对于自己文化优越性的这个假定为前提 在清朝的末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可能很多人呢都很熟知李鸿章所说的晚清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么一个这么一句话 当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理解 从政治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心得 但是我这边呢其实想特别提出的是 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也是一个中外文化关系格局的 原有的这个中外文化关系格局的这么一个风景 为什么呢 因为原有的中外文化关系的格局 它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作为一个前摄性的条件 但是这么一个前摄 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 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为什么呢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国际上对于中国的理解 去负面这么一个变化 然后既然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 就有一个中国人自己意识到 要为中国文化证明的这么一个问题 要提升中国的这一个文化的地位 原来自认为自己文化优越性的那个假设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那在李鸿章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么一个时候呢 恰恰呢 也是清朝晚清在推进当时的这个洋务 或者也叫自强运动的这么一个时期 然后李鸿章本人 当然就是洋务时期的这么一位重臣 洋务运动呢 经常大家提到的这么一个目标是富和强这两个字 富国家富裕和强大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 那么它也就是说洋务运动或者是自强运动 他除了富强以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目标在内 那我这里呢引用了曾继泽 曾继泽呢是另外一位洋务重臣曾国藩的儿子 曾国藩呢我这边就不做铺陈的这个介绍 大家呢应该都知道他在太平天国之后 太平天国当中的这么一个作用 但是呢他的这个儿子二子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曾继泽呢 他是晚清最早派驻西方的史诚之一 这边呢在1879年 也就是快120 我这个数学好像突然有点算得不清楚了 将近150年前 对将近150年前的曾继泽 在出访英法德国的时候 他写了这么一则日记 我可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大家可以自己先看一看 他的这一则日记当中的介绍 我觉得大家在读过这一则日记之后 就可以意识到洋务运动除了富强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个目标 这则日记的前半部分 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中国要扮洋务 必须要在中国自己开设新式学堂 恰恰的当时中国确实有一批新式的学堂开出来 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同文馆训练翻译人层 这个是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这一则日记的重点 是在后面这半句话 其实我们对于洋务运动的理解 如果从这边出发的话 会有新的看法 他这边就特别提出 半洋务也应该在外国设立中国学术 吸收外国人来学习中国文化 然后希望他们久而久之 对于中华文化认可之后 可以为我们所用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通过曾继泽这一则日记 洋务运动在富强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寻求尊重 寻求理解 寻求任何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这么一个目标 而曾继泽这个是在1879年 提出的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这么一个想法呢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并没有太多的人 来做这个实际的工作 我们能够看到呢 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了国门 但是他们在走出国门的时候 发现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名声 现在大不无前 他们对于现有的外国人 了解到的中国文化 觉得很不对 然后他们跟外国人 有一些争论 但是呢 这个呢 也只是个人的一些争论 我这边呢 有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是在一百多年以前的英国 然后这个争论当中的 中方的主角呢 也应该是很多人 很熟悉的这么一位人 叫张世昭 张世昭呢 是后来明出的 这么一个有名的争论家 有名的争论家 然后毛泽东 在北大上学期间 其实跟他呢 也有这个间接的 失从的这么一个关系 他当时呢 是在苏格兰上学 然后在苏格兰上学的时候呢 他就在当时英国 包括在现在的英国 都很有名的这么一个 社会评论的期刊上 8月13号 1910年 8月13号 发表了一篇文章 然后他这个文章呢 其实就是针对当时的 传教士 在英美世界 在西方世界 对于普通人理解中国 有很大的影响 这么一个事情 提出他的见解 然后呢 我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个 这么一个截图啊 其实大家只要看前面几句话 就可以看出来 张世昭 当时对于传教士 写中国的这个状况 然后这样子的书籍呢 传到了西方 影响到西方人 对于中国的看法 他其实非常的不闷 他觉得传教士 对于中国的理解 有很多是误解 然后他们接触到的呢 也是下层的这个民众 并不能代表 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精华 所以呢 由张世昭 首先在1910年的8月13号 提出这么一个 提出这么一个他的见解 然后之后呢 有这个传教士 这边Arthur Smith 明恩普 明恩普 他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 他回应 然后呢 接着又有英国的其他人来回应 所以呢 这个在1910年代的英国 有一个怎么论真的 这么一个案例 就是说谁能代表中国 到底应该传来一个 什么样子的中国形象 但是呢 这个事情争论完了 大家呢 也并没有一个定论 然后呢 在1930年代的美国呢 这个事情呢 某种意义上是在 这样子的争论呢 又在继续发生 1930年代的美国发生 这样子的争论 大的背景呢 是因为一位吕华 吕华的这个知名美国作家 他的中文名字叫赛珍珠 然后赛珍珠呢 他也是传教士的后代 他本人呢 嫁给了另外一位传教士 然后在中国很长的时间 他在1931年的时候 出版一本非常畅章的小说 中文翻译成大地 然后这个大地呢 讲的是中国农民 以及在他们在土地上的 这个耕作 以及挣扎 很多的相关的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赛珍珠的这个 大地小说出版之后呢 在美国呢 是好评如潮 然后甚至他得到了 后来的普利策奖 以及在1938年 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当时在美国的 中国知识分子 以及包括在中国国内的 知识分子 对于大地这样子的小说出版 然后影响到了相当多的 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 这个事情也是心怀不满 然后呢 在当时的纽约时报 以及其他的这个 相关的刊物上 国内的这个知识分子 其实都有对于大地 对于赛珍珠这样子的 同样是传教士背景的 外国人来宣扬中国的 这个文化 这个事情本身提出了质疑 然后这边的两位 中国的知识分子呢 一位呢叫江浩虎 江浩虎呢 是在中国民国初年 比较早传播 宣扬社会主义思想的人 然后他在1930年代呢 是在加拿大的一所大学 担任中国文化的 这个教授 然后另外一位呢 是我的母校 北大的第一位 女教授 陈恒哲 然后也是美国出身 美国留学回去的 然后我这边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简单的截图 因为这个比较长啊 大家并不需要 去读太多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江浩虎在1933年的 纽约市报上 有这么一篇文章发展出来 他其实呢 也同样跟张世昭的观点 类似 是批评传教士 来代表 中国文化 在国际上 宣扬中国文化 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从这个晚清的曾继泽 派驻西方的第一批 中国使臣 到这个张世昭 到江浩虎 到成哲 这样子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们一直对于外国人 宣扬中国文化 在国际上 所谓用今天的这么一个 比较流行的语会 就是占到了这个 占到了这个话语的主导权 这么一个事情 他们一直是有 有质疑 有这个批评的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要在话语权方面 有所这个动作的话 不光只是个人的动作 不光只是个人 发表两篇文章 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俗话说 这个书生造反 十年不成 因为这个书生 如果你只知道发文章 这个事情 不能解决 那如果个人不能解决 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觉得除了个人以外呢 还需要一个平台的 这么一个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的 华美协进社呢 其实就是第一个 这么一个平台 然后来做中国文化的 这个推动 然后从这里呢 我也正式进入到 这个华美协进社 本身的这个历史相关的内容 那要讲 华美协进社 背后的这么一个平台呢 我们呢 还是要先追溯一下 在华美协进社成立 前两年 在美国发生的一个 跟中国教育文化交流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美国在1924年 决定第二次返还 庚子美款 庚子美款最早的返还呢 是在20世纪的初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然后第一批的更款呢 帮助建立了清华学校 然后第二批的这个 更款的返还呢 它最终导致了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会 这也是一个比较 傲口的这个名字啊 简称的叫 中机会的成立 中机会它成立呢 是在中国 然后它的这个成立呢 之后呢 主要资助的是 中国国内的科学事业 不过它的这个决策层呢 是中美双方都有参与 但是在中机会成立之后的 两年在1926年 中机会呢 倡议成立了 在美国的纽约 成立了华美协进社 然后华美协进社 主要的这么一个工作呢 就是在美国呢 帮助向美国的民众 推广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 以及协助两国之间的 这么一个教育的交流 不过我这边呢 想特别提出的是 华美协进社 在至少在成立之初啊 它走的这个文化与教育交流呢 走的是一个上层的路线 所以它跟当时在美国的这个华部里面的这个华工 它的这个关系并不是很紧密 这个事情本身呢 当然在我个人的研究呢 在后来呢 有一些变化 不过至少在成立之初呢 它是走了这么一个上层的路线 那华美协进社经中纪会的倡议成立 那这个首创之功到底是在谁那边 在讲这个具体的人物之前呢 我首先想说的是 在这个可能 在这个我想说的是 华美协进社最早成立的这个当中 立下功劳的人呢 或多或少 他都跟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 有不同的关系 所以呢 大家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个说法呢 是这个胡适 跟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导师杜威 在这个华美协进社的成立当中 起了主导的这么一个作用 当然杜威本人呢 是这一个进步主义教育的这么一个首创人 然后在中国呢 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五四之后 1919到1921年之间 杜威在中国讲学一共将近两年 这个是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很大的一个事情 不过呢 我自己的这个看法呢 觉得这个胡适跟杜威 在华美协进社的这个成立当中呢 他的这个作用呢 可能并不是最直接的 那是因为 首先从这个他们和这个华美 和这个中机会本身的关系来看 因为华美协进社的成立 是经中机会倡议来成立的 两人杜威和胡适 在1926年的时候 都并不是中机会的董事 这个是我的研究当中发现的起一 其二的话呢 这两个人呢 对于至少在当时 这个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这个事情本身 他们不是没有影响 但他们的影响呢 更多是在理念层面的这么一个影响 相反的 保罗梦露和郭炳文 郭炳文呢 我当时我之前已经提到 保罗梦露呢 是郭炳文呢 在哥伦米亚大学上学的时候 跟保罗梦露选过课 所以呢 这两位呢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 华美鞋经社的成立当中 扮演了一个更加直接的 这么一个作用 因为他们这个两个人呢 都是在这个食物方面 有相当多的 这么一个投入 然后保罗梦露 他本人呢 其实也去过中国很多次 他去中国次数很多 前后有十来次之多 但他每次的时间呢 不如像杜威那么长 但是呢 他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的影响 更多是帮助中国设计了 比如说这个633的 这一个学制 小学六年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这么一个学制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保罗梦露和郭炳文呢 他在食物方面的影响更大 而另外呢 他们两人呢 至少保罗梦露 如果我这个是比较确定的 他当时呢 确实是中机会的董事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们两个人 在华美协定社的成立当中呢 应该是扮演了一个 更加直接的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既然说到郭炳文呢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来谈一谈郭炳文 那毕竟呢 郭炳文呢 是这个华美协定社的 这个创任的这个社长 然后呢 也是这个入室的这么一个 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 他不仅仅是这么一个 书代内的知识分子 那郭炳文他本身呢 并不是一个传统书香门第 出生的这么一个人 他呢 出生在华人基督教家庭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基督教在中国的近现代 在历史当中扮演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 他本人呢 出生基督教家庭 然后呢 在教会中学受到了教育 然后之后刘美呢 先后是在 这是College of Worcester 是在Ohio的一个小的文理学院 然后从这边呢 又到了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 在那边呢 是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 然后他在获得博士学位 以及在流美之前 他的这个职业呢 也都是一些新式的职业 并不是传统的士大夫的职业 比如说通过这个 基督教家庭的这么一个关系呢 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 然后商务印书馆呢 当然是中国近代的 第一家这个民营的 民营的这么一个出版社 然后我们现在呢 当然都知道商务印书馆 有很多这个对于 稀学经典的翻译 但是他的起家呢 其实是跟华人基督教家庭 脱不开关系的 然后他从哥伦比亚大学 回去之后呢 郭炳文呢 就执掌了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 先是南京高师 南京高师到后来的 国立东南大学的这个校长 所以国立东南大学 他跟现在的 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呢 还不完全一样 当时的这个东南大学 它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学校 其实现在在南京的 很多的大学 都可以把他的源头呢 追溯到这个南京的这个高师 或者是这个 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 不过郭炳文在 从事这个新式职业 尤其是他在这个职长 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期间的 他是脱不开在国内的政治斗争 这么一个大的环境 他包括到华美协金社来认知 本身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这一点呢 其实是在现有的 对于郭炳文和华美协金社的 这一个研究当中的 大家提的并不多的 这么一个比方 就是说国内的政治斗争 这么一个背景 首先 他 郭炳文 在1925年 被迫离开东南大学 其实之后呢 就来到了美国 他为什么被迫要离开校长的 这个职位 这个呢 就跟东南大学的这个学潮 有关系 当时的这个学潮呢 最终呢 逼迫了他这么一个校长下台 但是这个学潮 背后的政治斗争 是什么样子的斗争呢 其实是新兴的国民党 和当时在组长江苏的 这个直系军阀之间的斗争 然后呢 有这个 东南大学校内的这个老师 认为 担任校长的郭炳文 跟这个直系军阀的关系 太密切 可能不够革命 不够先进 所以呢 借助这个这么一个机会 把他赶下了海 然后他离开校长的位置之后 人到了美国 1926年的美国 大家现在大概可以联系到 为什么1926年选到了 他来做这个 黄美席应设的这个 超人的社长 因为他有这个教育行政的经验 然后他呢 又跟这个保罗孟悟 有这个师从的关系 然后呢 他呢 1926年他人呢 又在美国 不过 即使是在郭炳文 担任黄美席应设社长之后 他在美国的任职 同样与国内的这一个政治斗争 是脱不开关系的 这一点呢 也是在现在的研究当中 提的并不多的地方 然后我这边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 发现的这么一个档案 然后这个档案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档案 这个这一份文档的 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其实是在准备这个文稿 准备这个展稿的时候 才仔细地又看了一下 这个时间点 我才意识到这个时间点 真的不是一个一般的时间点 如果对于中国近现代史 有一些了解的这个听众 可能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 这么一个听众 应该听过这个 我们的这个历史书上 有这么一个叫法 有这么一个说法 叫412反革命政变 是不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大家看一看这个时间是什么 1927年的4月12号 对吧 1927年的4月12号 是蒋介石在上海 发动了对于工会的 这么一个清洗 这么一个事情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同一时间的美国纽约 对吧 在美国纽约 然后 这一个人呢 这个人 Roger Green这个人呢 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 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的 这么一个美国 可以跟我说是 类似的项目官员吧 然后呢 他的这个会议记录里面就提到 在当时的美国有不少的学生 对于中国学生 对于郭炳文并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呢 同样是认为他不够革命 认为他跟国民党走得不够紧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郭炳文在离开东南大学 以及在华美协金社任职期间 跟当时的这个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 他都是脱不开关系的 然后当然1927年的时候就在美国的中国学生 不太认同 郭炳文继续担任华美协金社的社长 他最终呢 是在1930年离任 然后反国进入国际贸易局工作 不过这边呢 大家也就可以看得出来 郭炳文这样子的政治 这样子的人物 他其实需要跟不同的政治派别做周权 尤其是在校长任上 或者是在华美协金社的社长任上 所以呢 这个跟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周权呢 是不可避免 但这个事情本身呢 并不说明他本人有特别强烈的 这个党派的这个色彩 然后相反的呢 他倒是对于文化外交这个事情本身呢 是一直有一个持之以恒的态度 在他晚年定居华盛顿之后呢 他同样在那边 召集了中外人士 一起成立了另外一个协会 叫中美文化协会 继续在当地推广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文化座 所以呢 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位入室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 当然第二位就是在郭炳文之后 继任华美协金社社长的这一位叫孟智 然后呢 他呢也是在华美协金社社长任上 任期最长将近40年的这么一位社长 大家尤其国内对于孟智的了解呢 可能比郭炳文呢 要更少 那是因为孟智在留美之后呢 他的这个事业的重心呢 就一直放在了美国 然后1949年以后呢 也留在了美国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 大家对于他的了解可能会更少一点 不过在这边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孟智跟郭炳文的这个背景呢 有类似的地方 当然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孟智本人呢 他其实是出生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 但是呢 在这么一个书香门第 在三千年未有之大便局 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 他的父亲呢 让他接受了新时教育 他呢 先后就读了南开中学 以及后来的这个清华学校 然后他本人呢 也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 然后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 然后在五四运动之后呢 他呢 到美国来留学 不过在那个 在清华大学上 清华读书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接触到了 这个基督教的 这个相关的机构 然后特别是基督教清延会 所以他和郭炳文不同的地方 在于是 他并不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 但他是自己选择加入了 这个基督教清延会 然后定罪中受洗 郭炳文呢 倒是出生于这个 华人的这个基督教家庭 不过孟治呢 他和郭炳文 有另外一个很类似的地方呢 他们当然也都需要 尤其是因为这个职务的关系 因为你不是在书斋内的学者 你是入室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 需要跟不同人们打交道 尤其呢 他在华美协定社 将近40年社长的这个任职的这个期间呢 他有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 需要来解决 最实际的问题就是 筹钱 筹款的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因为筹款的这个事情 他必须也要跟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有周旋 然后这个当中呢 当然很重要的是 跟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关系 所以现有的一些的研究呢 认为孟治其实跟国民党的这个关系 是非常的深厚 但是我自己呢 通过我自己 一方面有这个访谈的这个 对于孟治比较了解的人的访谈 然后另外以及这个档案的这么一个整理 认为 其实他跟国民党的关系呢 更多呢是摆一个 必须要摆这么一个姿态 因为你必须要解决时机问题 对吧 倒未必是说 他本人对于国民党很多东西都完全的这个认可 大家可以看这个右边我这边提到的 因为这个档案本身呢 我不能够拍照 所以我这边呢只能跟大家用文字呢 分享一下 我在台湾的这么的档案馆里 看到这个有孟治的这个人事 人事的这个卡片的这个记录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卡片记录当中啊 其实通过临时和补充这样子的字眼 就可以看到 其实国民党政府对于他 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看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跟国民党的这个关系呢 可能并不是像大家 可能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的上下 当然了 孟治我刚刚说 他因为要解决时机的问题 所以他必须要摆出 这么一个政治的姿态来有的时候 那时机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黄尔协定社的 这个经费的短缺 要讲到这个经费的短缺呢 我们这边就不能不讲到 就是说黄尔协定社 他的历史上 很重要的这么一位出资人 然后呢也是在一开始的 这个照片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的 亨利·鲁斯 Henry·鲁斯 鲁斯呢本人呢 他是出生在 山东的传教士后代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当中 有很多跟基督教相关的东西 传教士 以及华人基督教家庭 基督教新年会 不过呢 他和赛珍珠 这样子的传教士后代不太一样 赛珍珠本人 写大地的这么小说的 这么一个女作家 赛珍珠是可以讲流利的中文的 但是鲁斯本人 并不会讲中文 他呢 在美国的这个事业呢 开端呢 是从创办时代周刊开始 然后后来呢 还创出了整个的一个 媒体业的这个 可以说是帝国吧 有不同的一个媒体 但是他的这个慈善事业上 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资助的对象呢 就是华美鲜金社 在1944年的时候 他捐助了华美鲜金社 他们当时的这么一个设置 叫China House 然后大家如果还记得 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照片 那个照片就是在这个China House里面照的 那个是China House 刚刚交付使用的时候 然后华美鲜金社在这个设置呢 一共是待了70年 所以这个都是 Henry Luce捐给华美鲜金社 然后但是在捐钱之后呢 他还出力 他还加入他们的管理层 然后这个加入管理层呢 不是一年两年 一直是到他1967年过世 都一直是担任这个董事长的这么一个职位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出 虽然这个鲁斯他并不讲中文嘛 但他跟中国的这个情节 还是很渊源很深的 然后他父亲呢 就是传教士 因为他是传教士的后代 但他的父亲呢 其实跟孟智呢 也有一些渊源 是因为孟智在北京念书的时候 跟他的父亲就有交往 因为他的父亲 鲁斯的父亲 当时呢是在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呢是教会学校 所以他之所以捐钱给华美鲜金社 那也是某种意义上 孟智呢动用了这么一层 跟他父亲的这么一个关系 来说动了鲁斯捐钱 那鲁斯本人 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立场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鲁斯稍有了解的话 都知道他跟国民党的这个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呢 说呢 也是因为鲁斯对于华美鲜金社 有这个捐助的动作 国民党政府才开始跟进 对于华美鲜金社有资助 那表面上看起来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政治的这么一个逻辑 因为鲁斯和这个国民党的关系 那所以这个孟智肯定 也跟这个国民党的关系很密切 那就是这么简单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也不是这么简单 那我这边呢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鲁斯的个人档案当中 发现的一些新闻 这边呢 是一个手写的这么一个东西 大家如果要辨认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难了 我这边呢 帮大家就是说 做了一个辨认 这个呢 是1957年的时候 对吧 1957年的时候 这么一个 在他的这个个人档案当中的 一个辩床 没有写名字 我的猜测呢 应该是反映了鲁斯本人的 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 这个是在美国 国会图书馆 这个档案部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华盛顿 去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档案 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 鲁斯本人 在这个 他个人的这个反思当中 他对于国民党的 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支持 可能并不是像 公开的那么绝对 首先 他对于国民党的反攻大陆 这个是非常不看好的 第二 也就 这个是第二 这个第二是指的 这个原文当中的这个第二 这个原文当中的这个第四 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他对于中国的这个 对于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政治上的不看好的 对于政治上的不看好的 是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他有一个强烈的责任感 他觉得要来帮助 来拯救 对吧 就是他的这个用词啊 帮助拯救 这个 一个保存了 三千多年 这么一个文化 他认为呢 不能让这么一个文化呢 毁于一旦 然后呢 越是在这个政治上 前途不是很明朗 因为海峡两岸的 这么一个关系 对吧 他越是要在文化上呢 要有这么一个动作 帮助保存 这样子的文化 而CI 这边的CI呢 就是China Institute 华美协定社的 这么一个情形 华美协定社 在他的这个领导之下 他觉得应该 要负起这么一个责任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这个鲁斯 跟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关系呢 也不是只是说 政治上的支持 这么一个简单 更多的是有 他这个个人的 这个文化情节 然后这个文化情节呢 未必是跟这个 政治上的这个支持 挂过来 那具体到 这个华美协定社 在文化外交上的 一些动作的话呢 我这边呢 跟大家可以分享 两个案例 有一个呢 是比较早的 这个案例 是在1930年的 这个梅兰芳房美 然后这边呢 我并不准备 铺陈来讲 是因为呢 这个在不久之前 中美影响 刚刚请到了 这个在纽约的 这个Fordham大学任教的 洪昭辉教授 刚刚请他讲过 这个梅兰芳房 房美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就可以来看 这么一个录像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呢 这个洪教授呢 也特别提到了 这个华美协定社的 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我自己的研究当中呢 也确实是发现了 这个华美协定社 当时出版的 这么一个美兰芳 房美的这么一个节目单啊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房美协定社的名字 这边呢 可以看到这个郭炳 的这个名字在这里 不过呢 我这边呢 更多是要提出一个问题 是在于说 梅兰芳房房美 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轰动的 一个事情 不过这个轰动之后 它当然 轰动当然有一个短期的 这个效果 很多人在这个1930年 都在讨论这么一个事情 尤其是在他所到之处 那它的长期影响 是什么样子呢 那文化外交 这么一个事情本身 当然它需要有这个短期 轰动的效果 但另外一方面 它是不是也需要这种 细水长流 这么一个事情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 来思考文化外交的话呢 我这边呢 先跟大家再分享 另外一位知识分子 那就是温婉德 温婉德先生 那温先生呢 我其实认识他是因为 我当时在做 华美金社的研究的时候呢 对他进行了口述时的访问 然后他呢 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这个孟治先生的这个门生 所以呢 我通过他呢 了解到了很多 跟这个孟治相关的这个事情 以及华美金社 在1940年代 50年代的一些 一些相关的这个活动 温先生本人呢 当然呢 是出生这个名门了 但是呢 他在1930年代末 因为中日战争 抗战期间到美国之后呢 他一开始学的是机械 不过经孟治先生的指点呢 他呢 后来去学习拍摄教育电影 然后在拍摄教育电影之后呢 他呢 反而就把他这个 家学的这个渊源呢 利用起来 因为他是出生这个名门 家里面有很多书画的这个收藏 所以呢 他帮助这个 华美金社拍摄了很多 跟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相关的 这个教育电影 然后到后来呢 他也担任了这个 华美金社本身的 这么一个主席 在1980年的 不过我这边呢 想特别通过这个温先生的 温先生 我跟温先生的这一个交往呢 其实是想点到 华美金社 他除了在1930年 美兰方 访美这么一个短期 非常轰动 这么一个事情之外呢 他其实还是有一些 细水长流的 这个事情 然后可能 未必 这个是这个 媒体上特别轰动 但是呢 某种意义上 他可能有 一个更加长期的效果 然后也是在这种 细水长流的 这个事情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女性的 这么一个作用 因为我到目前 好像讲的都是 男性男性 对吧 男性的这么一个作用 这边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时在华美金社 教授中国烹饪课程的 这么一位 来自中国的女性 他的中文名字呢 本来叫沈鹏祥 然后后来呢 因为他嫁给了 这个 嫁给了一位姓林的 这么一个先生 所以呢 他就叫 冠夫姓 我叫林沈鹏祥 然后他的英文名字呢 叫Florence林 然后他的这个先生呢 其实也是林语堂的 这个侄子 然后他在 华美金社 教中国烹饪 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他呢 可能没有像梅兰芳 那么的轰动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沈女士 或者林女士吧 林女士 她的这个影响呢 也出现在了 当时美国的 这个给妇女看的 这个时尚杂志上 然后呢 甚至我在 温先生本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这个电影特场当中呢 我也发现了 这一个叫什么 关于这个 林女士的 这么一个介绍 然后呢 有这么一个 特别的教育电影 是讲这个 林女士的 这一个 怎么教授 中国菜 教授中国扳认课程的 但我觉得 刘老师 我们这边 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就很快地 给大家看可能几秒钟 让大家感觉一下 这么一个意思 好吧 然后 然后我们之后 就进入这个提问的环节 好不好 好 那我现在先来 这个进入到 这个 新的这个 因为我要切换一下桌面 不好意思 大家 这边 等我一下 谢谢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 看到的是你的PPT 还是PPT 现在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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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大家就给大家 非常简短的看一下 这个温先生的这个 这么给大家看的 这么一个意思啊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好 那我就停在这边啊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简短 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 中国菜的这个分享啊 然后是这个 我再回到这个BBE了 非常简短的这个 非常简短的 简单的这个中国菜的这个分享 然后呢 讲的是这个 讲的是这个 怎么做 现在回到BBE了 是不是 回到了 讲的是怎么 这个叫什么 西兰花炒肉 这个蛋汤 然后煮饭 煮白米饭 就这么简单的 这么一个事情 但从这个意义上 我只是想说 文化海交是不是也需要 一个细水长流的 这么一个动作 不光只是一个 短期内的轰动的 那个效果 最后一张呢 我跟大家 尤其是回应到 现在这个中美文化关系 中美关系 遇到的一些 这个挑战啊 我想提出的 这么一个问题是 如果在做文化外交 这么一个事情 遇到了别人的质疑 那应该如何来回应 有不同的声音 大家对于你 做的这个事情 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应该如何来回应 然后这边呢 我同样呢 用一个历史的事件 不过这个历史呢 是比较近期的 那么一个历史 也就是在 差不多 20多年前的这么一个律师 1996年的纽约时报 有刊出这么一篇文章 不过当时呢 这个美国质疑的呢 不是现在 比如说 这个孔子学院 这么一个动作 质疑的呢 其实是蔣经国基金会 1996年 美国的这个 有对于蔣经国基金会 包括 不光是蔣经国基金会 以及韩国的这个 基金会的这种质疑 就说这样子的政府 他们的这个国内的 这个政治的这个记录 人权的这个记录 并不是那么的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接收 这样子的 这个基金会的资助呢 那当然1996年的 蔣经国基金会 和今天的蔣经国基金会 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我觉得这边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从中有一些启发 也就是说 面对别人的质疑 应该如何来回应 最终呢 这边有一些 这个相关的 这个华美协进社的研究 也有我自己的这篇小文章 然后也有其他的这个 知名文相关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再去多多做一个了解 那我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然后下面就交给 这个刘老师 让我们来做这个问答 好 谢谢 我今天研究刚才对华美协进社的这个历史的这种终述吧 那我觉得好像有点这个故事好像是没讲完 你基本上就讲到最后这个烹饪 然后最后一封信是1996年 我不知道这个你能不能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或者是小光也可以加入 就是华美协进社最近这二十多年 如果说96年算的话 06年16年差不多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这个华美协进社都做了哪些事 我听 因为我在湾区做这个华美协进社的这个讲话的时候 听他们一位理事说 这个马上他们好像这个有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烹饪的 这个很大的一个一个项目可能就要启动 另外呢这个启动的这个地点呢 就是你刚才说的 在那七十年从China House现在搬到一个 在Ground Zero附近的一个很大的楼 那就是说这十几几十年 华美协进社都在做什么 其次呢就是 因为之前呢你讲的华美协进社和这个台湾和国民党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关系 他们什么时候是把这个关系呢 从中华民国这个调整到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 就这两个问题吧 你先看你和小光能不能都跟我们这个听众讲一讲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利优为尽 觉得这个历史讲的多了一点 现实可能讲的少了一点 当然这个叫什么 我本身这个学历史啊 这个现实的这个东西可能要请这个小光要多讲 尤其是这个华美协进社近期 的这么一个动作 不过呢我可以先回答这个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华美协进社在这个北京跟台北之间的这个 这个走向的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走向的问题呢是在1970年代呢 是比较的这个突出 然后呢华美协进社内部呢有讨论 那我们到底因为现在这个美国也开始有这个新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个走向 那我们应该往哪里走 然后在同一时间的这个台北 我看到的这个相关的档案资料呢 比如说这个官员们也对于华美协进社是不是要跟北京走得更近 这个事情本身呢也有相关的这个讨论 但是呢最终呢台北方面的决定呢还是说不管怎样 我们现在在美国的这个这个支持的这个人呢已经不多了 所以我们任何的这个都应该要精力争取 所以他们还是有继续的这个资助的这么一个动作 然后他现在华美协进社跟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合作 最明显的孔子学院已经在华美协进社有注点 这个呢已经是不是一年两年 所以这个事情本身也可以看出他跟这个 他跟这个大陆方面的这个关系 然后我刚刚也提到这个翁先生 翁万哥先生 他在1980年代担任这个华美协进社的主席 在他的任内呢 也积极推动了很多跟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交往 然后呢也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地 中国大陆的这个文化教育机构 当时到美国来担任了一个这么一个 铺路大桥 牵线大桥的这么一个工作 至于华美协进社近期的一些大活动 那可能还要请这个小光和听众介绍一下 小光 小光你能听到吗 他那边可能信号一点问题 我们有一个观众 观众刚才提问说这个华美协进社 中间嘛你说到这个经费就是 孟智做会长的时候经费一直很紧张 就是经费紧张的时候 按照我刚才的理解的话 最早的时候这个China Foundation中机会 应该是给华美协进社提供了不少钱 之后呢像陆思这样的美国人 给华美协进社提供了不少钱 而且你也说到华美协进社呢 是属于阳春白雪高高在上 跟这个美国当时的这些华工啊 这个华人华侨啊 这个联系的不是那么紧密 所以他们这些年 是不是主要的经费都还是来自 美国人和一些比较富有的 这个华侨的这种捐助 小光你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能听到 那你等一会儿这个 你现在先讲一下 刚才就是说后面和华美协进社 最近的一些活动的安排 我非常简单说一下 这个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 他又掉线了 你先讲吧 好 那我就先来说一说 还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 先说一下这个经费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经费的确实是华美协进社 长久以来他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问题 他在成立之初1926年 一直到这个1940年代中期 就是Anne Luce开始 资助以前呢 他都是比较单一的依赖这个中期会 然后在那个Luce之后呢 就是说中期会的这个作用呢 慢慢的就淡出 然后也因为中期会在国内战期间 受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之后呢 是Luce的这个资助比较多一点 但是呢 即使是在Luce的这个任内呢 华美协进社以我的这个研究啊 他的这个经费的这个多样化这个问题 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就是说他还是比较单一的依赖 就是说Luce只是从原来的这个中期会 到了Luce正在一个新的这个来源而已 然后Luce本人呢 也努力的在为华美协进社 在做各种的募捐 但最终呢 并没有就是说实质上打开这个经费 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呢 他的这个经费的这个紧张 也就造成孟智这样子的这个社长 对吧 他是要做实事的这么一个人 他要 要必须要去面对这个不同的这个政治力量 然后他必须要去摆出相关的这么一个政治姿态 这个摆这么一个政治姿态 尤其是国民党看到这个Luce资助华美协进社之后呢 国民党也有一些跟进的动作 所以呢 孟智本人要摆出这么一个政治姿态来 倒不是说他跟国民党的这个关系呢 就一定是那么那么的深厚 所以这个是从历史上这么一个回应 那小光明现在可以可以说的话 那是不是先介绍一下华美协进社 这样一些活动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啊 我把这个video关掉 那这个我想呢 这个任何组织 我刚才提到了 任何组织呢 你主要是看他的领导层是什么样 刚才郑先生呢 已经介绍了 在华美协进社当初的这个领导层 和他们的个人经历 那以前来说呢 华美协进社呢 这个领导呢 主要是 余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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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与熙 我想呢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呢 知道金与熙是曾经在 最近的这个 30年时代 30年里头呢 是一直是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 是一个先驱的女士 金与熙 包括看中国 看美国 另一位呢 就是被迷了这个儿子 滴滴培 我想呢 目前来说呢 在这个中美关系 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要寻找一些 关键的因素和关键的节点 去能够pick up这种关系 主要是在文化和这个经济方面 那刚才亚维也说了 其实在中美关系 在很多领域里头 我们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包括能源 环境 和甚至在太空方面的一些发展 就是跟这个Silicon Valley 也许不是特别相关 那我在这里头呢 也是尽可能的开发出一些 新的这个合作领域和项目 但是呢 就是华美协金社呢 在目前 这过去的20年里头呢 实际上跟中国大陆 我们这一代 就是到美国留学这一代人的关系呢 实际上还是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松弛的 那所以呢 我是很希望跟亚维和其他郑先生呢 以及我们留在这个纽约以及全美国各地的 这个现在已经基本上扎根的这个大陆的这个留学生和Business呢 能够建立更广泛的联系 同时呢让大家能够了解 然后支持 同时呢 共同去做一些活动 然后通过每一个事件 把这些事情不断的推进 因为到这个2026年呢 正好是华美协金社100周年的纪念日 那么呢 我希望在这两三年里头呢 我能够在这个协金会里头呢 能够帮助协金会呢 多找些钱 多做些项目 然后呢 在中美关系上呢 也能够找到一些节点 对于这个亚伟他一直在这方面的支持 我感到这个很高兴 但是就是说 这个目前来说 我们还需要这个让更多的人了解华美协金社 刚才提到的这个新的这个华美协金社 在Wall Street的这个大的这个两层两层楼的这个新的建址 实际上是非常庞大 新的这个citchen就是厨房设备呢 是由G1捐献的 一共捐了这个100万 100万美金去做中央厨房 那底下呢 会有一个大的大宴会厅和这个活动中心 那可以共800人去去做宴会 就在纽约 尤其是在曼哈顿的Downtown 在这个Wall Street 这几乎是对中国 就是华侨来说 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块宝地 所以我也希望 就是郑先生呢 能够经常到华美协金社呢 来来去跟我们一块来交流一下宣传一下 那这讲得非常非常好 谢谢 小光不是说你们今年的这个Gala是 是什么时候好像5月几号是在 在你们的新纸是吧 就有一些大的招待会 对对对 该了 一般华美协金社呢 一年每年呢 都会有一次这个Fundraising Gala 就是筹款会 那一般筹款会呢 目标是30万到50万 甚至100万 那这个 一般来说呢 今年的活动呢 我们是定在5月3号 其实我今天 从纽约回来呢 主要是在纽约去 就是做这个筹备 去希望能够就是找到这个钱资金 和这个table的sponsor 那大概是做这件事情 那今年的活动呢 我想呢 只是筹备的应该是有三分之二的 这个已经confirmed的了 那这个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Tenetio的网站去看一下 或者是跟这个 我跟我联系也可以 那在纽约去举办 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 好 我们现在有两位听众举手要发言 第一位是玉英 高斯尔 你现在可以提问了 OK Thank you For this one Can you hear me? Yes Yes we can hear you OK 孙小关 好像我知道我认识你是因为 Hello 我看不见了 你能够听到就行了 是因为你是在帮NGA竞选的时候 我认识你的 所以我很高兴你能够来主持这个 华美习近会的工作 那么我有个想法 就是刚才这位郑先生也讲到 就是这个华美习近会 很多这个交流啊 是在上层 不怎么到下层 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 我们在纽约对不对 我们要华人啊 提高我们华人在美国社会的 这个存在感 或者是whatever 让人家知道你的文化 这是一方面 但是我们更需要 给他们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文化 而且我们要帮他们做一些事情 让大家benefit from our culture 这种情况呢 人家会尊重你 我们呢正在想提一个 就是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啊 它有一个叫Sever Innovation Challenge 这么一个program 我们要写这个proposal 这个主要呢 想要搞一个 这个名字再定啊 Asian或者是Asian Culture and Health Center in New York This will be in the Metaverse 当我们在Metaverse里边做了以后 我们要把它做成的话呢 当然我们现在有那个 Stony Brook的 Computer Science Professor And the City Tech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fessor 还有 这个文化啊 但是我们要这个文化啊 就是 文化啊 因为我们这道中有一个重要的项目是 Mental Health Consultant 我们应该我们会在这个 圆宇宙里边 有这么个 做这方面的program 那么做的差不多以后呢 就是说 建成这个 Facility以后呢 因为是在网上啊 圆宇宙啊 到处都可以用啊 加州的也可以拿去 那么各个地方的 Museum或者是Library 就可以结合他们的实习通话 再用 这个可以 还可以用来做教育 Stamming就可以 这些都可以 我是这么想的 我呢 希望就是说 华美希 因为在这方面 能够参与的话 那就我们大家来讨论 怎么做 这个 好 谢谢 May 5 very very soon 谢谢 谢谢你 我们有这个中央 西纪学院的 李守生教授 好像有问题 李教授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嗯 你可以打开麦克风 提问 李教授 我看你好像麦克风 已经打开了 但是听不到你说话 那我们再等一下 那个小光和 和这个 颜秋 刚才有提到 就说这个 华美协进社 有这个孔子学院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现在 政府 特别是政府 对孔子学院呢 是胆战 基本上 这个各个大学的 不管是私立的 还是公立的 孔子学院都被 关闭了 我不知道这个 华美协进会 协进会的这个孔子学院 是不是因为政府的压力 也关闭了 还是说 现在这个孔子教室 现在还在继续 小光 是这样的 这个回答 这个回答 孔子学院的问题 这个 我可以告诉大家 孔子学院的 全美国 剩下了 唯一的 唯一的一个 孔子学院 就是在 这个 华美协进社里头 但是呢 在外头呢 我们并没有把 孔子学院 打出他的招牌 继续招生 而是这个 可能呢 在这个 美中之间呢 去用这个 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名义呢 去 去继续跟 华东师大学 去做合作 做教育方面的工作 现在就是 目前是这样 小光 你刚好说到 这个华东师大 刚才有一个听众说 说华美协进会 跟华东师大 交流不少 除了这个 文化交流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开始合作 现在合作的 主要内容是什么 这一部分呢 因为是跟国内的合作 我主要是 以这个 工作在美华人 和这个 美华这边 这个 捐款人 和这个组织 和这个 这个个人 这方面 我可能做的工作 比较多 那跟这个 华东师大 这边的交流呢 我一般的 就不太介入了 这边是属于 因为华东师大呢 在美国这边呢 他们有常铺代表 好 燕球 刚才的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 从历史的角度 还是 这个 这个不离本 我从历史的角度 有一些回应 就是说 怎么去 跟这个 当地的这个 民众的这个 接触 文化外交 除了这个 上层之外 其实呢 在1930年代 在孟治接手 华美协进社之后 不久呢 他就开始 推动 黄美协进社 提供给这个 在纽约的中小学老师 做这个 中国相关课程的 这么一个辅导 然后让他们呢 在参与这样子的 进修课程的同时呢 能够得到教育局的认可 然后呢 这样子呢 就鼓励中小学的老师呢 在他们的课程当中 加入跟中国相关的人数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城市 他在1930年代 就开始做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 我想到的 同样是从历史的角度来 反思一下 就是说小光 提到就是说 现在这一个 华美协进社 在这个下城的这个新址 有很大的这么一个空间 其实以我的这个 理解 就是说当初离开 在65街的这么一个 物捐住的那个房子 也是因为跟空间有关系嘛 那因为那边 显得比较的局促 然后我自己的研究当中 发现这个华美协进社 几次这个重要的 这个周年庆的 这个晚宴吧 这个25周年 那就是在1951年 以及50年 那是在1976年 那都是借美国的 这个大的 这个饭店的 这个城地 25周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在Waldorf 然后50年 那是在 Plaza 都是在那样子的地方 然后请当时 美国的这个政商民流 然后出席 然后 当然同时又 募款的这么一个 募款的这么一个目的 对 我想说的就是先这些 好 李教授 李教授 你能听见吗 听见了 听见 刘老师 我说话听见了吗 能听见 你说 好 首先感谢这个 郑教授和 孙教授的 这样的一个讲座 让我们了解了这个 华美协金社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 以前还真是 孤陋寡闻 因为我们和美国 我在美国的时间 不算很长 所以对这些 不是很了解 今天的这个介绍 非常的有意义 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了 这个文化历史 还有就是说 中美文化交流史上面的 有这么样的重要的 一个协会 一直在做 默默的做着工作 这是让我非常非常高兴的事 也非常的欣慰 其中刚才郑教授也提到了 梅兰芳防美 上次洪教授和我 还有就是刘老师主持的 我们三 讲的那个梅兰芳防美 在这个之前呢 我在这个纽约聊斋里头 也讲过一次 梅兰芳的主题的防美 那个是因为是作为一个 民国人物啊 把它出现 我是那么去 从那个角度去讲的戏曲 也就是说 我们戏曲艺术 是作为中国民族艺术的 一个精粹呢 确实是在 中美的文化交流中间 应该站到的 一个重要的位置 但是现在呢 就是从梅兰芳以后 确实非常不惊人意啊 所以我自己呢 现在也在做 这些方面的事 也在努力的去争取啊 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能够把中国的戏曲艺术 推广到美国 推广到世界 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也是我们的 应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 我了解了这个 协经社以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 更多的加强联系 等我到美国去了以后 一定去拜访这个 协经社的 诸位成员啊 我们 搞一些合作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着合作啊 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 只是找不着目标 找不着方向啊 有了 这次讲座以后 我包括这个 孙小光老师 还有这个 郑老师啊 我们看看以后有什么能够在一块儿做下来合作的事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李教授 我到时候把你的微信推给孙小光 推给颜秋 到时候孙小光就是你联系这个美华协经社的这个桥梁了 这个我就把你交给他了 这个 到了西海岸你找他 或者说你说你要到东海岸了 他可以从西海岸飞过去 有一个 有一个问题 颜秋刚才说了说 在这个50年代 麦卡锡主义 盛销成上的时候 这个华美协经社 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们可能还是跟着国民党 跟着蒋介石 应该是没有受到压力吧 其实那个时候 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多多少少 他其实可以这么说 都会受到一些异样的眼光 对不对 因为大家突然觉得说 你之前跟我们是盟友 现在好像变成敌人了 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同样我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 来反思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华美协经社 他在做这个文化外交 大家就会看到 在20世纪的上半叶 20世纪的下半叶 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定义 就有些不太一样 在20世纪的上半叶 在1930年代 比如说我看到 华美协经社的这个 华美协经社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资料里面 他有介绍给美国人的 这个中国的相关的 这个读书的书单 然后在当时的这个书单里面 甚至有当时的这个 左派的这个文人 像这个鲁迅 这样子的作品 在书单上 但是这种事情 在20世纪下半叶 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然后在50年代开始 他们的这个 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个宣导上 更多的是走向了这个 不太有现实的 更多是面向古典的 然后另外像这个烹饪 这样子的东西 大家觉得就是说 跟政治上的这个关系 不是那么多的 尽量避免这个 政治上的联想 这么一些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就是说麦卡锡主义 在50年代的这个盛行 也对于就是说 中国文化外交的这个走向 也有一个大的这个影响 包括当时在美国的这个 华人群体 他们在这个庆祝这个中国的 这个文化传统的时候 也必须要顾及到这样子 顾及到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肯定是有影响的 我们有一位听众 CZX 你举手了 我不知道你能听到我说话 如果你还在 而且能说话的话 请提问 CZX 我们等等他 另外刚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阎秋你讲到 李鸿章说是三年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现在的说法是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这个话的意思 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为了彰显说 自己做领导 在这个时候 这个压力非常大 这个决定非常难 这个你觉得当年的 这个满清的这种局势 和中国现在的局势 有没有可以相提并论之处 我觉得 这个当然就是说 历史学家对于这个猜测 对于预测 对于这个现实 可能都是比较谨慎 晚清我刚刚就讲到 就是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你可以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理解 政治经济 是大家可能讲的比较多的 但是我今天我觉得可以 我今天提出了一个文化视角的这个理解 然后同样的对于这个 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国内 所以讲的这个这个变局 我觉得同样也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那政治上经济上 那在冷战之后 在二战之后形成一些 这个大家觉得可能是 这个习以为常的这么一些 原有的这个秩序 现在因为这个大国关系的 这个此消彼上 它都有一些这个面临 这个调整的这个空间 以及这个面临调整的这么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中国讲的这个变局 显然也是这个国内意识到现在 国内意识到这个 现在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不能用原来就有的思维 对吧 来原来就有的思维 来理解这个新的时代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个一百多年前的这个华美鲜金社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将近一百年前的 华美鲜金社 包括意志延伸到晚清 大家这个看到文化外交 从这个个人的这个论真 到这个平台的这么一个操作 然后到今天我们可能有这么一个想法 对吧 这个有这个新的这个变局 到这个秩序的这个新的秩序的这个出现 新的这个新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出现 能够主导这么一个秩序我们可能还需要时间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确实是一个变化的这个时代 但可能这个新的这个秩序还不是非常的明显 这个我觉得是我从历史的角度能够说的这个部分 好 原浅我们有一个听众叫李金 他问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这个赛珍珠的大地 他在问他说这个斯诺三十年代 编的那个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 当年在美国印象大不大 我们知道斯诺的这个Red Star of China 就是悉心万记印象是很大了 Living China因为你这方面可能比较熟悉 你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我刚刚提到华美协定社在三十年代 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定义是非常的这个宽泛的 是有这个现实的这个部分 然后有这个左派的这个文学鲁迅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听众也提到就是斯诺 其实他的这个书单上也有斯诺的东西 然后刚刚说的这一本这个斯诺的那个小说集 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在那个书单上 但是斯诺的这个作品绝对是在那一个书单上是有推荐的 所以就会看出来至少在三十年代 这个王伟奇印象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定义 他跟这个五零年代以后的这个定义是不太一样的 好那我们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现在就到了我们今天云上讲座结束的时候 那我想跟诸位听众观众分享的是 无论是颜秋在社会科学研究协会 还是小光在华美协进社 还是我在卡特中心 实际上我们都在从事一样的事 那这个事的主旨呢 就是说能够增进中美两国人民 两国经营两国政府官员的这个相互的理解和认知 所以我希望所有在座的这个观众听众 无论是在中国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地 我们都能够携起手来 这个为了两国人民的福祉 为了东亚的福祉 为了全世界的福祉 我们都能够这个一块把两国认知的事做好 一块为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 这个天专加瓦 谢谢颜秋 谢谢小光 谢谢诸位精众 大家上午好 晚上好 我们下次再见 4月21号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半 我们会有一次线上的讲座 英文的讲座 讲座的题目是高等教育 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这是我们跟威尔逊中心 齐心格中美关系研究会 一块主办的 这个具体的信息 我会通过微信和其他渠道告诉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拜拜